陕西古寺经现神秘地宫 一口诡异玄关置身其中 不仅被铁链锁住悬在半空 而且还有一座佛塔镇压 光国内到底是什么人 他为何会被埋葬在偏僻的古寺内 使用如此手段镇压的玄关 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事情要从陕西省运空山上的一座古寺说起 在1993年之前 村民们都将运空山称作玄关山 那是因为此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在运空山上的禅寺内 有一具被铁链锁住悬在半空的棺材 并且相传玄关的墓主人 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四儿子朱慈赵 明朝灭亡时 他为了活命逃到了此处 再后来 他便上运空寺出家当起了和尚 但谁也未曾亲眼见过这座玄关 只知道此处有一座寺庙 虽说是几百年过去 在禅寺内仍旧保存有许多文物 所以当地文宝人员 每天都会按时按点地巡逻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当代盗墓贼会如此猖狂 竟敢在文宝人员的眼皮子底下动手 这天 老赵发现寺庙内多出了一个大洞 向内望去 里面黑漆漆一片 察觉到事情不对的老赵 赶忙打电话报警 同时联系了文物保护部门的同事 待一行人赶到此处时 已经是第二天了 为了尽快探明大洞内究竟有何物 考古人员决定立即展开勘察 与此同时 村内村干部也慌忙来到此处 对考古专家说 此处有没有可能是玄关 考古人员一听觉得十分有道理 如果能发现玄关的话 也就能证明当地流传的传说了 现场围满了群众 一位姓房的村民突然开口说道 自己小的时候经常去运空寺内玩耍 当时佛塔下就有一个小窟窿 自己与小伙伴便往里面扔石子 但不管扔多少都填不满 当时年纪小并没有将此当一回事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小窟窿内部也许真的别有洞天 考古人员顺着大洞下去后 往里一看可是不得了了 下面竟隐藏有一座神秘地宫 但寺庙内发现地宫也是正常的 早在前些年 庆山寺内就曾挖出过地宫 里面出土了施加牟尼 佛祖舍利 以及大唐时期流行的三彩器物 当地在庆山寺内发现舍利 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第一次亲眼见到 考古人员想到此不由地激动起来 此处已经荒废了许多年 但仍能让盗墓贼垂涎 难不成这座古寺下的地宫内 也藏有施加牟尼真身舍利吗 想到这一层 考古人员加快了手头的动作 展露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三米长的墓道 墓道口十分窄小 宽高都在两米左右 四周全部都是灰色的土墙 看起来严丝合缝 古朴之极 再向前就是地宫的入口 但一扇小石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考古人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打开了地宫的大门 然而眼前的景象 却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陕西古寺惊陷诡异玄关 不仅被铁链锁住悬挂半空 还有佛像镇压 有人说里面埋葬的是明朝皇子 这会是真的吗 如果是的话 一位堂堂明朝皇子 又为何会被镇压于此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 一口神秘的黑棺摆放在佛塔的正中间 更令人感到诡异的是 这口光果没有摆放在地上 而是被铁链悬放在半空 大家都知道的是 在我国所流传的丧葬习俗是入土未安 但也有特殊的情况 比如四川崖壁上的光果也被称作玄关 但眼前这个如此诡异的下葬方式 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 在光果正上方的地面上 耸立着一尊佛像 这让考古人员心生疑惑 当地所流传的传言 明明是此处埋葬有皇子 但结合目前所看到的景象来看 难不成这具观果中是妖魔鬼怪 或者这就是一具空观呢 那么在佛塔下为何会有这种玄关 一系列的问题涌上专家心头 与此同时专家们想到 在墓室内一般都会放置有墓志明 如果找到了墓志明 墓主的身份信息 以及为何会使用玄关 这些问题便会迎面而解 但很可惜的是 考古人员将这个不大的地宫 全部都检查了一遍后 并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更别说墓志明了 为搞清楚当地流传的传言 专家们查阅了大量史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专家们找到了相关资料 崇祯作为明朝的亡国之君 他的一生有许多 值得后人研究的内容 在当时明朝灭亡之际 崇祯看着自己辛辛苦苦 打下的江山 实在是于心不忍 但他也清楚 自己的大势已去 无力回天 在离世前 他下令将后宫内 所有嫔妃全部杀掉 但当他面对自己的四个儿子时 却迟迟不肯下手 被逼无奈下 崇祯皇帝便叮嘱儿子们 让他们各自逃难 随后崇祯皇帝便在眉山 自意了 但根据史书中所记载的内容 四子出城后没多久 就被李自成抓捕了 再后来 李自成率兵攻打吴三桂 在这场战乱中 四个皇子被迫走散 再后来的事情 史书中便没有了记载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原委 考古人员只好在村庄内打听 还真有人听过一种说法 朱祠赵被人救了之后 就被带回了陕西 刚开始 他还想着要反清复明 但看着大局一定的模样 并且身边也没有人愿意为他卖命 这一计策便落空了 在种种情绪的压迫下 朱祠赵决定出家为僧 便在运空山上修建了一座寺庙 自此 隐姓埋名当起了和尚 他当了和尚以后 就以法号说的 普乾师父 并且朱祠赵在史时 曾与弟子们说 生不做清官 死不沾青土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 普乾法师觉得自己命不久矣 便吩咐弟子在自己圆寂后 将自己的官果悬挂在半空中 这才有了这诡异的悬观 难道真如村民所说 朱祠赵逃到了运空山 如果这是真的 地宫内埋葬的会是明朝四皇子吗 陕西古寺惊献异悬观 棺材不仅被铁链锁住 还被悬挂于半空之中 上方更是请来了佛祖镇压 那么 关中之人为何会被镇压在此 当地村民都说 此处就是朱祠赵的长眠之地 就在此时 一位专家却提出了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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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